肥牛怎么做都好吃 就像你怎么样都好看 所以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肥牛泡菜卷 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 把肥牛卷 芝士 森菜一次叠起来 放上灵魂泡菜 用筷子压住一端卷起来 料汁的配方我已经打在屏幕上了 喜欢吃浓稠一点的可以加点淀粉 下锅煎的时候先煎有开口的那一面 这样子不如意撒 吸煮汤汁的肥牛卷搭配爽口的泡菜 你们想一下一下味道有多好吃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猪蹄应该没有你孩子不爱吃吧 所以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脆皮芝士猪蹄 没有男朋友的也可以叫闺蜜动手哦 猪蹄冷水下锅 加入葱姜料酒去腥 煮开后捞出即可 加入屏幕上调料腌制20分钟 今天用到的是WMF蜂窝金炖炒锅 独特的蜂窝金炖设计 锁住油份减少油烟 来香厚厚一层芝士 把表皮煎的酥脆的猪蹄码上去 等芝士融化包裹住猪蹄 芝士变得焦脆 撒上海苔芝麻就可以出锅了 即使像芝士这么爱浆锅的食材也不会黏住哦 辣丝焦脆的芝士包裹着Q糖的猪蹄 这口感就是绝了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午餐肉米饼 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 把掏出来的午餐肉切成丁 我觉得不管是晴天、云天、雨天 都无论和你一起吃饭聊天 把拌好的米饭放进肉框里 小火慢煎,煎至两面凝固 喜欢吃微焦的可以煎久一点 淋上一点沙拉酱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我的粉丝私信问我说 有没有什么适合做给男朋友的菜 女生们拿出小笨笨做好笔记咯 锅底一层剥油 倒入花生炒至焦香 这一步可是关键 好不好吃就要看调料的配比啦 加入切好的配菜炒香的花生 和调好的料汁抓拌均匀 来点配菜小煮一杯 快做给你男朋友吃吃看吧 别看好了,我已经给你做好了 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葱包羊肉 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 清洗干净的羊肉切薄片 大葱只需要葱白部分 锅底一层薄油 姜末、蒜末、花椒、干辣椒炒出香味 然后下入羊肉 加入白糖和白酒 再来点太太热原味鲜 投倒生抽酱油 选取第一道压榨原汁酱油 用的都是熟悉的食材 很担心 继续炒炒到虫断断生 就可以出锅啦 幸福三同奏同款虫爆羊肉 快做给娘爷的人吃吧 最近时不时就会听到她轻嗓子的声音 我估计她要开始想着不舒服了 所以今天是男朋友要学的金菊糕 切好的金菊加入冰糖 静置两个小时以上 倒入金菊开小火 不用加水慢慢熬 过一会就会出汁 等到水分变少 就要不同搅动一面糊底 搅拌到现在这种状态就可以了 搅进罐子里 贴上标签 放进冰箱冷藏 要喝的时候咬上两勺 用温水冲开 不仅喉咙舒服多了 心里也暖暖的 快做给娘爷的人喝吧 这个是我做所有菜里面 最难翻车的一道了 男朋友们走好笔记 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 加入姜片 撒上淀粉抓鱼 我觉得喜欢一个人是藏不住的 从他看你的眼神 和他给你做的饭菜里 都可以感受得到 加入洋葱 清水 蘑菇食材 根据自己的口味来加咖喱酱 做咖喱饭一定要多一点酱汁 要不真的不够吃 来半杯牛奶 让咖喱的气味变得更柔和 略带辛辣的咖喱 一碗下去全身都暖洋洋的 快做给娘爷的人吃吧 最近天气越来越冷了 快做碗汤给她能暖胃吧 所以那男朋友做好笔记 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 裙带菜可以泡发十倍的 所以只少一点就够了 牛肉切丁裙带菜切断 锅里来上一点虾油 炒熟牛肉 放入裙带菜继续翻炒 等到牛肉变色 加入清水 只需要一些简单的调味 海带就很鲜美啦 富含钙质还不会发胖 快做给娘爷的人吃吧 我还记得去年最暖和的时 就是和她一起躲在屋檐下 吃便利店的广东煮 现在我能自己做了 所以今天就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光东煮 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 把包好的食材放进锅里 光东煮的味道和水汁有很大的关系 我会用毕兰德的过滤水壶过滤一下 配套的滤芯能有效的减少水垢和鱼滤 还有放滤芯提醒器 像我这样容易健康的人再也不怕了 先下入卖煮的食材 聊聊我都得在屏幕上了 记得要做好笔记 摆上盖子 混上30分钟 放入我们创好的食材 开小火再煮上30分钟 这味道简直鲜到不行 强烈推荐萝卜 软辣入味超好吃 天气凉了 快给你爱的人吃点暖的吧 还要对它好一点哦 最近我们俩吃太好胖太多了 她要求来点低卡又广报的 所以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低卡饭团 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 颜值的配料不需要太多 只要这几样就够了 起锅热油 下鸡盘煎到微焦 这个时候口感最好 一层杂粮米 一层生菜 放上煎好的鸡排 胡萝卜丝 青瓜丝 再来个鸡蛋 这样营养才均衡嘛 用保鲜膜包起来 记得包紧一点 腰部会散 从中间切开 好看好吃还不胖 快速给你爱的人吃吧 猫在家里就想吃点好做又好吃的 今天给大家推荐我新种草的看师傅手擀面 简单 美味 即使是厨房小白 也能用它煮出好吃的面条 首先 往锅里倒入600毫升清水 把面米放进锅里 盖上锅盖煮三分钟 三分钟到了 我们掀起锅盖 把面条轻轻调散 加入熬制的高烫包和调理包 把青菜和鸡蛋放进去 盖上盖子再煮三分钟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面条煮了这么久 还是特别的筋道 筋道爽口的面条 搭配暖暖鲜浓的高汤 如果你也心动了 那就赶快把这碗看师傅手擀面 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手脚冰凉的你 今天这个教程 一定要让你的男朋友做好笔记 没有男朋友的 也要自己动手哦 准备500克的红枣 像我这样剪开聚合 生姜小皮切片 加入清水 盖上盖子焖一会儿 煮好的红枣又露手捞出来 放入破壁机打成枣泥 倒进碗里备用 去皮切好的生姜 加入300毫升清水 打成姜汁用砂布过滤 记得一定要挤一挤哦 要不然就浪费了 起锅倒入姜汁来两大块红糖 等红糖化开 倒入之前打好的枣泥 记得要不停地搅拌 摇过回湖底哦 熬得越干保存越久 等水分蒸发了 就会变成很细腻的膏状 放入准备好的罐子里 一罐不仅手焦暖 心里更暖的姜枣糕 做好了 想吃的时候 摇一摔到杯子里 用80度左右的水冲泡开 快做给你爱的人喝吧 有粉丝问我快到圣诞节了 有没有什么特别适合做给他吃的 步骤很简单 只要三步 所以快来你的男朋友做好笔记 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 棉花糖中间剪开 塞进好吃的麦力素 用牙签固定住 随便买块黑巧克力 切碎 隔水融化 巧克力的温度不能太高 要不棉花糖会融化 一个一个的摆在托盘或者烤盘上 放进冰箱 冷藏一碗就可以了 香浓的巧克力外衣 柔软的棉花糖 加上酥脆的麦力素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在这个寒冷的冬天 啤酒的正确打开方式 快来你的男朋友做好笔记 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 加入屏幕上的食材 倒入啤酒 沸腾之后 加入了啤酒的灵魂潦燥 搅拌一下 光火就可以出锅了 一杯下去 微醺身体都暖洋洋的 年底聚会越来越多 快做给你爱的人喝吧